台湾医疗援助马少尔系列报道4-4 中央社记者陈伟霆台北24日电 台湾为邦交国马少尔提供坚强医疗后盾 马国卫生部长多次在国际场合发言力挺 台湾援助邮邦不止获得国际声量 台湾医护也在马国茁壮和世界交朋友 马国医疗资源缺乏 从2007年开始 台湾在马国成立卫生中心 派遣国内优秀公共卫生及医护人员 驻点台北医学大学经营的布立双合医院 从2013年承接驻马国卫生中心计划 至今都有各科医师轮流驻诊 台湾卫生中心还有一名专职护理师长驻 协助疾病防治糖尿病社区筛检胃胶 每年也会举办非传染病国际型研讨会 不定时也有寄生虫专家团队进驻 调查学童计生虫感染状况 北医校长林建皇日前代媒体团到马绍尔 了解卫生中心运作食物 林建皇说 马绍尔是邦交国 双合医院到邦交国之源是善尽国际责任 台湾的医疗实力强大 在国际名列前茅 到马国服务不仅是医疗资源输出 对内也可以强化台湾医护实力 林建皇举例常驻马国的护理师 徐运亭原先就有丰富护理经验 在台湾学得差不多了 但在马绍尔因医疗资源相对落后 且许多疾病的防治都从零开始 徐运亭在当地必须和美国 日本等国际的非政府组织合作 这是在台湾绝对没有的学习环境 林建皇表示 双合医院目前每年派10名各科医师轮流注诊 每人轮一个月 受限马国医疗检查资源 也考验医师的看诊功力 必须更仔细观察 问诊才能抓出疾病 疫病互动必须密切 也能培养医师 更关注病人的人文素养 双合院长吴迈斯则表示 很多国际民间组织对马国提供援助 马绍尔觉得我们台湾最好 原因无他 台湾是真诚想解决马国问题 自然能获得信任 台湾在马绍尔也有难得的机会 可以跟国外组织合作 吴迈斯说 美国一群骨科医师 明年4月将到马国协助关节置换 得知双合骨科医师怠念国 今年12月在马国助诊 也主动请托怠念 国协助 搜集当地医疗需求 双合医院耳鼻喉科专任主治医师 吴成荣曾到马国助诊一个月 为了拉近和当地病患距离 还学了相当拗口的马绍尔语 不用透过翻译就能跟病人互动 吴成荣说 马国病人给医生的回馈都很直接 热情曾有一名耳朵发炎的病人 病痛好久都没医师能处理 直到他到马国助诊才解决 好几个病人都在蒙诊流泪 谢谢台湾医师的帮忙 吴成荣也坦言 在马国感受到有别于台湾的医病关系 在马国 病人常跟他握手 拥抱表达谢意 因为医疗资源缺乏 只要有台湾医师去 他们都会非常感谢 马国卫生纪公共服务部长卡拉尼卡内 科 和 卡拉尼卡尼科 日前汉北医院常座谈时也提到 每次在世界卫生大会 我都有发言力挺台湾参加 维护健康无关政治 需要台湾共同参与 也相当感谢台湾对马绍尔的协助 帮助真的非常大 一百零六万一千两百二十四 苍 Quincy